OK 大家好 我们再继续一下我们的Membership Program 这边 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客户买过些什么东西 我们的一些歷史 例如刚刚的那一位 我们可以查一下 他曾经在我们的店消费过的 他买过什么东西 几月几号买哪一张单都有更有据的 然后甚至是他的点 如果他有据据的一些点 有据据的一些点 有据据的一些点 也有据据的 还有就是 我们的Members也是有一个Credit Credit的用意就在于说 他可能可以去印一些钱 在我们的这个Membership里面 所以好让他拿来消费 这样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Point Balance就不需要Credit了 有一些人也是有两边 容易有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报告 我们的报告可以查到 Point History 像我刚才讲的咯 Credit 或者是Member的Sale History 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你要找哪一个Member 他都可以可以展示出来的 然后这些 report 我们的Daily Report 这些全部都可以 E-mail PDF Excel或者是WhatsApp 也可以 没问题的 换一句话说 如果客户 他需要 Receipt 例如这张 5000多的 我们帮我们的Receipt 的同时可能他需要一张A4的 或者是未来的E-invoice需要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WhatsApp给他的 就打他WhatsApp number 就可以WhatsApp 给他了 当然我们的系统有一些 我们讲说Inventory的 目标啦 但是暂时 这个Inventory 可以去我的Inventory的 那个video看一下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for我们今天的 这个Membership的 一个Introduction 谢谢